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禮拜三晚的賽事 都在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一段影片看看 這次賽事都有比較多高出賽翼馬 有六隻分別是第一場 第二場 第五場 第九場 第十場 如果大家有螢光幕看得不清楚的話 可以上一段影片 我也有讀過馬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知道 CHAN談賽馬的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肉馬和兩隻 出去馬打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的post 來到我一個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有廣告有興趣 按去看看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播放之前 有時候有些video廣告 不用一定在右下角按Skip 或者略告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如果我都有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左下角有時的連結 或者中間有時的熱面廣告 可以按一下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和連贏及位置投注對盡 和連贏及位置 和連贏及位置 和中間5號的白布袋 這隻馬本身有輕微的戒心 戒心在於他上次贏完馬加分加8分 都算多了 第二件事就是上次比較前領 上次的泥底 他就前領回來贏兩有幾個馬 位 上次的形勢就很好 他跑出來 形勢很好 他二檔出閘 很快可以貼到爛 帶頭或者並列放頭 接著進入直流彈 他們就贏了 無論在檔位出閘 甚至是場地形勢都很遷就他 所以有輕微少少的解心 再選多一隻 加了8分去到131磅 其實今季他未揹過那麼重磅 上季未適合那時候 其實都沒什麼好計 今季是未揹過重磅 但如果你說國能 重磅騎士 死磅比較少 他騎上去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神科體這隻馬真的很合適 彈草雜的那一隻 和那隻保城致勝 我覺得整隻馬很吸引 走下去 我覺得這隻馬還是一個很合適的狀態 姚本輝都沒有什麼 那些叫什麼 很貪心 都是等到這場五班千二再報 雖然他立刻又好像上次一樣 隔幾天又報名 來地搞定 這次是來地 下場就谷草 都是立刻報名 不過是後備一 還是下次 但希望不要這麼多想法 我見他都透足這麼久 速度跑這場 我五檔也覺得合適 所以他選擇他當中 贏他的位置 投注隊 還有連贏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 拖回三隻配腳 第一隻是選擇上場同場 龍城猛獎 這次不是蝕恩 上兩場是蝕恩 前一場其實是其他不錯的蝕恩 上一場你都不可以說差 其實出閘 你彈彈就是略然出閘慢了少許多 其餘我覺得他發揮都可以 他都有些幸運 出閘慢了 貼著那條欄 游啊游啊游 前面沒有馬 所以他游得回上來 跟回一個比較主動的位置 轉彎入直到追追追追不到 當然也是那一句 上次不是太利追的泥地 那這次二檔史卓鋒也是一些 挺合適的檔位形勢 繼續選他 換了史卓鋒 另外選了兩隻配腳 第一隻是選一號的翡翠劇丸 那這些馬 下到五班 我想都有用的了 通常一下五班 立即換了周進落 其實很想薄的 然後你下五班再用澳洲 再減多7分 那你說上一場 巴道輸34分1的馬 那場泥地賽事 我覺得水準如何呢 他自己跑出來 水準還可以 不是很厲害 我覺得還可以 但始終你又減多一些分 又下班 又換個周進落 就是賺班賺榜 賺減分的情況之下 有個一檔 配腳都要選擇了 第三隻配腳 將會選九號的上部先鋒 這隻馬 上次也是同場 前一次同場 和白寶袋龍城晚長 輸得比較遠 跑第四 剛剛被威豐進馬蓋過 輸五有四分三個馬 這隻馬 泥地起駕 上季泥地五十幾分都有作用 還有這隻也不是老馬六歲 相信退化不會太急速 現在是28分 他上場是32分 和他跑 現在是28分 上場草地千二 其實都不是很合適的路程 都只是輸三個半 我覺得狀態神貨的馬 開始來 這次是回到一些 比較合適的泥地路程 蝕恩劇 所以都選回他 所以這場馬的投注策略 將會選五號的白寶袋 可以做獨贏及位置投注對象 和五號的白寶袋 可以做連贏及位置 Q膽 拖一圖的翡翠劇院 四號的龍城猛將 和九號的上鋪先鋒 去到第二個場次 將會選第六場 第六場的獨贏及位置 投注對象 和連贏及位置 Q膽 將會選三號的連贏行運 相信這隻馬應該都不會大熱門 上次也說過這隻馬是一隻備忘馬 上次其實都沒有什麼跑過的 在直路那裡都失失勢勢 看回大前場 跑回田草千六 史塞鋒旗 那場是對保羅成泉 追上來 跑第二 第三隻開懷大笑 剛剛在谷草跑過第二 水準一點都沒有這場 接著那場 莫來拉縮程千四 其實表現令我失望了少少 所以兩個半馬位跑第二 我覺得這場輸得比較遠 輸得比勁力十足 雖然勁力十足 就賺了少少快步 是慢步速 但是追上去真的不太多 我是有點失望的 那上場 去回田草千六 其實都算是洶湧的走勢 但直路其實一步都沒有騎過 都是輸三號四分三的馬位 今次在田草千六 換了巴道 巴道和蔡寒都有交收 當然如果這場馬是史卓鋒 我更加放心 始終是他11月29日 史卓鋒千六 跑得好 巴道 在他身體的身體還沒有跑過 但是 如果 看他的賽職這樣想 這隻馬都比較容易發揮 因為他不同的騎士都跑得很累 莫雷拉 國能 史卓鋒 都可以跑得很近 所以不同的姜誠 莫雷拉 都是巴西 南 美式 國能 都是英外式 史卓鋒 澳洲式 他都試過 都可以發揮得很好的 我希望巴道也能發揮得很 這隻馬 這隻馬一定不是大熱門類的 有些少少分頭 我找他做 勃勃做獨贏的位置 這次投注對象 和連營的位置 很膽 拖回三隻 配腳 第一隻 都是選擇保羅城泉 上次 和超好日子 我也會選擇 上次同場 連連行運 保羅城泉 超好日子 上次我覺得 這場場次 步速偏快 保羅城泉 放不出來 跟二、三位走回來 都能走得頭頭遲到 所以這隻馬 已經開始是 比較靈活的跑法 不用一定自己放頭 跟二、三跌 跟著走 最重要 有沒有遮擋 都不要緊 其實這隻馬 都已經很容易操控 梁家俊都騎運騎熟 所以 唯一不找他做膽的原因 就是 始終一三三磅 又再給他多一點挑戰 以及今季都搏得多一點 但是 跟梁家俊這麼巧發揮 沒得不選 所以選擇他做配腳 第二隻配腳 先選擇4號超好日子 上次是失望 是失望的 他彎前都貼得很難 步速偏快 都利後上 你說牙位那裡 是否穩位穩耐了一點 盯到他這麼多 但是如果一隻馬友 一打開了 衝下去 勢應該要再強一點 但是他撲下去的勢 就令他失望 上場 今次有些配備變動 今次他戴了一個眼罩 十當 當位是比上次差 有了一個配備 不知道 莫尼拉會怎樣發揮 上次我失望了一點 但是這隻 都會是我的保險腳 第三隻配腳 再選擇二號博外有位 其實今季是很不幸 全部的檔位大家看看 十二十一十一十 是很差很差的形勢 上季唯一贏馬那場七檔 其實是貼籃 大約行員 如果沒有記錯 看看 大勝那場 是貼籃 不是叫做玻尼拉 是第三層 貼著籃 直到一彈彈一對手 貼著籃 好像很醒神 之後已經再沒有這個制度 那時候51分贏馬 現在選了56分 分一定是沒有問題 狀態也很漂亮 有個二檔 我相信都會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這場馬的投注策略 我將會選擇三號連連下 運作讀人的位置 投注對象和連應的位置 挑戰 一號保羅成全 二號保羅 博外有威 還有四號的超好日志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和分析 喜歡的話可以給我一個like 和讚我 分享一段影片給朋友看看 去宣傳在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這兩場賽事 或者明天任何一場賽事 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明天賽事形勢 如果大家想選擇 支持一下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支持一下我 今天再宣傳多一點 因為我現在開多了一個Facebook Page 和YouTube Channel 叫Netrend 漢股市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Subscribe 看看一些影片 當然這些股市的東西 不是人人對的 我只是說 還有第二件事 我不會經常出片 自己有什麼心得 還有其實主要是分享 我自己買了什麼股票 為什麼我會這樣買 和我自己的部署 分享一下 和大家交流一下 如果大家對股票有興趣 都可以按一下 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按全部 還是我所有的新片 你也有鈴鐺 通知 你會經常知道 同樣 Netrend 漢股市 在Facebook Page 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知道 我現在在另一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 都會講二月八月八月 集前落飛 場地形式 如果大家想收集訊息 可以來到Facebook Page Netrend 談財碼 按鈴鐺 傳送信息 或者來到我 傳送信息 或者來我自頂post 或者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 一些有關臨場分析的訊息 給你看看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 YouTube頻道 Netrend 談財碼 按鈴鐺 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鈴鐺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 Netrend 談財碼 還有新影片 你也有一個通知 或者鈴鐺 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